各位观众大家好 柱姬入世 今天要和大家谈一下莫迪访问俄罗斯 喂 柱姬兄 你好 晚上好 你好 大家看到他和普京就见面了 整三个小时辞职 普京就拿着车 电动车 他去参观一下他的官邸 又拥抱 看到莫迪就好像有些神色紧张 因为看上来印度都有些不妙的地方 所以要求救普京 这次见到普京在他身边有翻译 因为不懂听印度文 大家去沟通就可能会比较方便一些 英语多一些 所以彼此之间的沟通就很舒适的 这一个是私底下的见面 这次回答 还有也看到俄罗斯总统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说 喂 谈了三个小时 但是内容极度丰富 我们今天就谈谈这个议题 那节目开始的时候 请大家订阅 《柱姬看世界》 强调强调 那接着呢 还有大卫上的频道 当然顺便订阅了 是吧 感谢大家的支持 那我就开头说一说 这宗新闻是怎样 因为很值得和大家深入这样去讨论一下 我们知道普京就见莫迪 而莫迪呢 今次呢 是他上任之后 第一次 第一次 就直接去找普京的 之前就不是这样的 那你找普京做什么呢 喂 老美要笼略你 为什么你不找老美呢 那这件事我好想了解的 一会儿跟主经聊一聊这个议题 那也是莫迪呢 他在相隔五年之后呢 再访问俄罗宾的 那第二天的行程呢 就会先撑绑莫斯科的印度社群 那他在支持上强调呢 印俄的关系 建基于互信和互相尊重 那当然石油那里呢 令印度赚了不少钱的 但是不好意思 哈哈哈 不可以用你的 劳比爪秀 要用呢 用人仔 人仔是最好的了 这一点 我相信 当年莫迪都不是那么开心的 那当莫迪呢 就底部的时候呢 就先到普京位于莫斯科 市郊的新奥加尿玉庄园 那普京呢就在门口迎接 两个人就互相抱了 那普京呢 就称呼莫迪为亲爱的朋友 又自己很开心可以见面 那在茶序的时候呢 那就讲了 两个领导人呢 和双方的代表团 就在茶序之后就正式会面了 会谈了 问题呢 集中在几个议题上高的 第一就是经济议题 咦 谈到经济 涉及能源和贸易方面的 那跟着呢 谈完之后呢 普京又亲自驾驶住他的哥尔夫球车 就在住莫迪呢 在庄园里面参观 那莫迪呢 就在社交媒体发文说 感谢普京的招待 那呢 也都期待 正式会谈呢 可以深化 印俄两国的友谊 两个人之后呢 就一起看马术表演 那看马术表演 大家知道的 是吧 印度的电单车表演 真是令到我们觉得很神奇 每一次的电单车表演 螺丝都不行 那我们看到呢 有分析就指了 喂 俄罗B 在加强和中国的关系之外 也都希望和印度 越南等搞好关系 显示呢 俄罗斯并未在国际上 受到孤立 有些分析师这么说 那也有研究 也有研究 印度外交政策的专家就指 印度呢 忌惮中俄之间 越走越紧 希望呢 就稳固印俄的关系 而且在对美和对俄的关系呢 就希望进一步拿得平衡 进一步去压制中国 那有关这个说法 似乎是多值得我们一起探讨一下的 这次莫迪去到俄罗斯 去找普京 我觉得 事出非彼尋常 应该是有些妖妖在这里作一下的 所以在这里请教一下楚经 楚经怎么看呢 那印度 印度这个伟大国家 就跟我们人口差不多了 都是文明古国 那它走的路 都挺特殊的 那从它的科技啊 它的航天啊 那它们来说 都很值得觉得自己很骄傲的 那虽然我们自己会觉得 大家的起跑线都是一样 我们1949年建国 跟它脱离了英国殖民 独立之后 其实都是差不多一窮二百 那样重新再起步了 那其实印度都比 在殖民时间都比英国很厉害的 那印度 其实印度本身呢 在它们的棉花和纺绩呢 是一个很 曾经是一个很辉煌的时间 它的资源都很丰富 它们抗产也好 除了能源 能源是比较缺乏的 但是在其他方面呢 其实都可以成为一个大国的 有基本的这个条件 有除了能源之外 就是自然它有 它是农业都有的 那还有这么龐大的努动力 它应该可以做一个大国的 那到现在 它们都认为 跟我们中国是个叮当码头 它认为自己是主宰 我们亚洲的 应该跟中国是 就是它认为自己是屠龙堡刀 我们以天劍那样 那当然了 这个是它们的认为 那从客观上来看呢 那看回人均GDP 那我们 虽然它的GDP 已经是超过了日本 那人均GDP 其实跟我们中国 就有一段 一段 比较大的距离 那你说它的航天科技 是不是成功呢 都是叫做有 一取得定的成就的 不是太差 甚至乎现在 美国那两个太空人 流浪月球 在一个太空站 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莫迪都说 喂 需要帮忙啊 我们 因为印度可以派架飞船 去接它回来 都相当之有这个 彭心壮志的 那从这个看到呢 尤其是莫迪这个 一任的政府呢 他是很希望做一些 在国际的舞台上面 能够显露头角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那也都是 很多国家都是这样的了 国内问题 就是国际化 利用一些 一是挑起国际时端 一是就是说 我争取国际的 比如美国啊 俄罗斯啊 中国啊 一是跟你较劲 一是跟你平起平坐 那令到他的国民 满足了国民的那种 驕傲的感觉 那来去平息一些内乱的 那其实呢 印度这个国家 我们不是在其中 我们都不想去评论 到底他们的国家是怎么样 那但是当然 那一年我们看到一些 我们国土的一些纷争 我们边界 打过拳头交 回到石器时代 找到石器时代 找到石器来互搏 那互搏之后呢 我们中国呢 其实就是 那一年之后呢 自己国际政府才说 其实他又有几十人 就死于沙场 那大家拳头交 那我们中国都有十几个战士 是犧牲了的 但是 哪个叫贏 哪个叫输 又不可以说 他要兵选 作为一个判断 而是说实际控制 而哪个国家实际在控制 更多的地方呢 他供不进来的 那我们现在是控制了的 那应该是从一个叫做 法官来看那个战况 那莫迪今次去俄罗斯 其实我毫无怨念 莫迪印度和俄罗斯 自俄乎战争以后 是没有断过联系 大家都知道 他们买俄油 但是呢 他在一个很有利的位置 就是说左右逢源 因为老美 他口头上说人权自由 说什么 都是催的而已 莫迪一直在买俄油 而老美是不敢出声 诈看不到 而中国和俄罗斯 卖下一些军大衣也好 卖下一些零件配件 他就说你 你是我们北约头号敌人 因为你协助俄罗斯的经济 你又跟他买油 那他不讲印度的 印度就有这样的地缘政治的一个很关键的位置 因为毕竟他也是一个大国 人口大国 那他是会左右到亚洲局势 那老美很想拉拢 印度去协制中国 但是印度和俄罗斯的关系呢 也都是分不开 因为印度一直在买俄罗斯的军火和武器 也都有买一些美国的 但是不多 但是可以这么说 现在美国的那些军火的价钱 和俄罗斯的军火的价钱 简直就是差几十倍的 俄罗斯也都被人证明到 看到他出产的军备是不差于北弱 就是说美西方 那俄罗斯怎么选 我选朋友 你有钱 我有 虽然他的努力不太耐用 但是他有人民币 那你用人民币 我买也没问题的 美元就不好了 不知道怎么交收 那印度来说呢 他只可以选一个 不是买美国货 就是买俄罗斯货 那美国货那么贵 他很想一件事 目的是去到俄罗斯那里 做给老美看 证明我的存在感 很热情 大家都有 揽头揽继 那俄罗斯的普京 也是一个很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 也是他的出身是一个情报机构 我们看到的画面上的普京 是不是他真实的面孔呢 我们是存疑的 那对普京来说 当然了 就是我就是供应商 有个客户来到 那当然是很招待了 如果你来中国做生意 我也带你去东莞 唱歌 大爆骨 正常的这些 那这些招呼一定有的 但是 是不是真正的朋友呢 那我会觉得 我们会说 那我们是来自所在 俄罗斯 是不是没有了 印度不行呢 大家思考一下 但是俄罗斯没有了 中国 是不是不行呢 可以说 肯定不行 因為它要通過中國的消化能源的量 跟印度是有距離的 而俄羅斯直接有管道去到中國 而中國生產的輕工業 甚至乎現在我們的重工業 都是俄羅斯很需要的 尤其是基建 但是印度 其他東西不敢說 基建 你說印度可以幫不幫到俄羅斯呢 我們經常看到印度的橋 接著一剪彩那天 第二天就平凌凡凡凡凡的 那你說俄羅斯可不可以用到它的基建呢 那我相信這個比較難一點 俄羅斯和印度這次的訪問呢 我們看 想知道美西方怎麼想呢 其實可以看什麼呢 就看一些美媒 看看美國之音那類 那你就知道 美國到底對它這次有什麼看法 那我看過美國之音就講俄羅斯和俄羅斯的見面 他 你說那樣東西 是沒有結論 是沒有評價 他就平鋪直述說這樣說那件事 這個是很少有的 在美國之音通常抹黑就說到 這個很邪惡的 這個印度去俄羅斯 是他不敢說他的 那以美國 哪個國家去跟俄羅斯走近一點 美國之音那些就一定會有一大堆專題 將它講到幾 幾這麼邪惡的一個會見 但是這次呢 是中性報導 那就是美國都拿不到這個立場在哪裡 是令到老美相當難受 那我們對印度來說呢 我們不想這個這麼大的國家 成為我們的敵人 那通過俄羅斯和印度的接觸 如果它兩個能夠成為一個 叫做戰略的夥伴也好 或者是關係保持一個密切 我覺得不是一件壞事 我們中國也都不需要將印度 我們的邊境有些衝突 而變成我們一個敵人 這個是我們中國有一個很宏觀的世界觀 小打小鬧一定會有 也都可以看到 我們邊境衝突 大家都不會用熱兵器 都是拳頭教 就是兩邊都不想 將這個局勢推去一個 兵雄雙見 雖然莫迪政府一向都講到 哇大羅大虎又說 在言語上 或者那個調子 就講到跟中國幾不合 可以這麼說 莫迪所有對外講的話 都是講什麼叫做國民聽的 而莫迪在他的大選之後 他已經喪失了國會很多議席 他本身是一個叫做風雨飄搖 加緊的政局裡面 他很希望得到俄羅斯的幫助 去增加他在國際上的認受 這次的峰會 我覺得對我們中國是有利的 也都是令到西方國家很難開口 你既然不罵印度 為什麼你要罵我們中國呢 我們中國和俄羅斯是有保持接觸 那麼印度也都有 那麼你說美國會不會怕印度 要把俄羅斯的戰略和俄羅斯 其實在美國的盤算 他是希望印度和俄羅斯 做得越近越好 因為他以為印度可以代替了 中國在俄羅斯的地位 在美國的戰略意圖 就希望俄羅斯有了印度之後 放棄中國 但是我的看法是絕對不會 絕對不會 俄羅斯和中國的互相利用 我可以說得難聽一點 互相利用 在國際上 在國家利益上面 我們不會說 因為普京和習主席有一個互訪 大家又講過一個八年後 也知道大變谷 我們一起去進行 就定性俄羅斯是我們的永久朋友 只有保持在我們有我們利用價值 我們就永遠也有朋友 如果中國你沒有利用價值 這個世界我們看得很清楚 起碼有一半 就是叫做 這班人 這班人是沒有人意好說 沒有誠信好說 他們沒有一個 我們以為他們有一個價值觀 以為他們有一個叫做普世價值 但是你不合和普世 其實不是 是要弱強性 我們保持有我們的利用關係 值得被人利用的 我們有一個龐大市場 我們有廉價的一個供應品 我們有完整的供應鏈 我們可以消化到很多國家的能源 只要你願意和中國合作 我們的市場是無限大 我們想想一下 中國現在的人均GDP 一萬千多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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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說 我們如果越多的貿易 越多的 對外賣的東西 越多越多 我們國民越有錢 也會去買一些 比如歐洲的農產品 我們歐洲的佛國的紅酒 我們澳洲的龍蝦 我們都很有需求的 只要你大家互利 這個世界越來越好 那可惜高古洛克 就永遠是那些 自己不知道自己多少斤兩 就想和我們對抗 但是誰長命 就看看吧 反正中國是熬得苦的 我們中國現在不是一個富裕國家 是發展中國家 我們即使是經濟倒退 但是我們說我不死 即是俄羅斯一樣 俄羅斯俄古戰爭開始 也都曾經勞布大貶值 也都出現了一個危機 但是很快就被它搞掉 到現在還是經濟增長 和軍火對外的銷售 是出現大幅增長 那對俄羅斯本身的經濟 沒有造成影響 反而是比以前更加分明了 它的GDP還增加了 那麼這個世界一直在變 那麼莫迪 這個三國關係 莫迪 印度和中國和俄羅斯 我的看法就是 我們中國是不怕他們走得走 只要我們在俄羅斯的分量 它離不開我們中國 我們就可以利用這種關係 穩定了印度 甚至乎會不會印中俄走得更近 利用這個設計 我們是不是可以更加做得 中俄人能夠拉進了我們這個工俄 去造成我們 因為本身我們在金磚裡面 已經是有這個基本的一個合作 能夠進一步消除了 如果印度不要拿我中國來做一個假想敵 去給它那些國民看 而是說互相合作 加上俄羅斯的中間 那當然將來會出現一個 又是一個藝術五三國的 這個沒有辦法 所有地緣政治都會是這樣 每一個國家有自己的國家利益 大家有不同的訴求 那我不覺得是一件什麼壞事 大衛生 我也覺得不是一件壞事 絕對是一件好事 因為現在全世界都離不開中國 我們的產能 又或者是我們的整體的GDP的增長 其實是令到世界覺得非常之驚訝的 生產力那方面更加不用說 我們排第一 那我就看到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米勒 就在7月8日的新聞發布會上面 就說 我將會關注莫迪總理的公開講話 看看他談到什麼 但是正如我所說的 我們已經直接向印度表明了 我們對他們與俄羅斯的關係的擔憂 擔憂還擔憂 我都要找飯吃的 我都要合作的 你老美 給什麼給我 你就給一些軍事給我 接著又說 我要將一些晶片 快印度生產 諸如此類 有做到嗎 當然不會做了 印度這麼熱 你的水可以嗎 你的電可以嗎 你的公路可以嗎 你的基礎建設可以嗎 我們看到莫迪 其實這次整個選舉 雖然是贏了 但事實上是輸了 我們看到美國為什麼這樣說 又不肯去針對莫迪說任何事情 因為印太 沒有印度 哪有印太 剩下亞太 他們一定要說印太 但是印太有多少個國家 現在印度好像跟你像 那麼我們都知道印度是一個不潔民國家來的 那麼美國想要拉攏印度 當然要花很多精力 但是莫迪魯仙就覺得說 喂 你的水在哪裡 你好像沒有什麼水給我 你應該叫你的企業過來這裡 給我強烈地收港嘛 你至少要資助我嘛 老美都沒有錢 怎麼資助你呢 說笑啦 不斷給幾千萬給你也好啊 況且老美就沒有給幾千萬給你 那你做什麼呢 還有你現在俄製的武器 美製的武器 歐製的武器 全部都有了 那你沒有完整的系統啊 你的軍事力量怎麼搞呢 我真的不知道了 那美奈還說 我們希望印度和其他國家 在和俄羅斯接觸的時候 能夠明確表示 俄羅斯應該尊重聯合國憲章 尊重烏克蘭的主權和領土完整 老美從來都沒有尊重其他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 那邊境的衝突 說真的 藏南地區那裡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但是我們一直都沒有動手 原因是為什麼 因為脫禍速談 還有我自己個人覺得是和上合組織有莫大關係的 因為上合組織已經說過了 我們不要激化邊境的問題 我們應該呢 大家去冷靜一點 用原錢的冷兵器其實是最好的 那一樣傷亡都不會太大 又每一天軍來軍去 其實莫迪的雄心壯志 大家看得很清楚的 在國際舞台上他一直都想做大佬 有中國出現的地方呢 他就沒有做大佬的 包括我們看到上合啦 是不是 金磚啦 還有就是RCEP RCEP 東盟加一 那本來大家都很歡迎印度去加入RCEP的 但是結果呢 就沒有加入到 那全世界是否失望呢 其實是失望的 有什麼好失望呢 沒有理會 那我們就慢慢來咯 我們現在差不多已經是 成九千多億 接近一萬億的美元的大家的貿易額了 那這一點 我覺得全世界都覺得很驚訝的 那原來和中國合作會賺到錢的 我還以為呢 和中國合作是很窮的 是不是 就是中國沒有什麼給你 結果現在發現不是 原來和中國合作呢 是賺到很多的 包括阿根廷的美來 都說要來訪問中國了 那意大利的梅洛尼 又說要來訪問中國了 喂 那你自己不玩一帶一路 是不是 那沒有話可說的 我本來被你入了金磚的了 你又說不進了 都沒有話可說的 是不是 那你又不斷打壓我 我都沒有話可說的 但是我不想你死 所以我對美來呢 我們對美來呢 都會說 把你不債呢 就延長一下 不錢不是很多而已 50億美子 是不是 濕濕碎 對我們來說 但是對你美來呢 就大劑了 你怎麼辦呢 你沒有錢是完全搞不定的 但是我們呢 通常都不會講狗入窮行的 對任何國家都是 有話慢慢談 結果又還了一些青銅器給我們 但是其他的東西呢 你繼續在打壓 包括我們的核能設施 包括我們的基礎建設 包括很多很多東西 你都在玩 雖然你等著突然會上台 但是我們不知道 美國那件事有時間才跟大家講 拜登就說我不會退選的了 會不會退選呢 這一刻我們做節目的時候 真的不清楚 但是退不退選 老美都玩完了 是吧 其實沒什麼分別的 是不是 那所以呢 莫迪這次呢 是真的要跟普京估一下 因為過去 真的做了很多事情 普京是很不滿意的 我們看到這次整個會談 上把位是普京 下把位絕對是莫迪的 為什麼我這麼說呢 因為如果莫迪是上把位 其實我們就會看到普京 其實會在那裡跟他比較平等的去談話 但是事實上不是喔 普京呢 跟莫迪聊天的時候呢 他說首先恭喜你連任先啦 那呢 就跟莫迪說 喂 你有你自己的想法的 你是非常之有換力的 你知道呢 怎樣為印度和公民的利益 而去達到目標 這句話可圈可點喔 就是提醒莫迪 喂 哪一個人對你最有利 你應該選那樣東西喔 你不要選錯喔 你選錯哪一個很嚴重的喔 選你老美 很大件事 當然是跟我們合作啦 我們就知道什麼 不單止是俄羅斯 是中國 我覺得真的要想清楚 不要每次這麼小氣才行的 想清楚 怎樣對你的人民 對印度 可以拿到一些國際地位 你不是大哥就不是大哥 你是大哥 就算你說不做大哥 都是大哥 是不是這樣啊? 朱基兄 現在在這個國際的政治舞台上面 現在越來越成熟 還有我們已經是樹立了 還有給到人 雖然在這麼多的西方媒體 輿論的抹黑底下 其實我們是夾緊地做實事給人看 當我們援助非洲兄弟的時候 不斷地唱你中國 你中國就是用貸款掠奪 經濟侵略啊 債務陷阱啊 經過這麼多年 非洲國家看得很清楚 中國的確是希望 你說中國有沒有私心? 有 我希望你非洲國家 快點發展起來 你有了經濟的底子 你才能買到我們 因為我們中國有三六九等的出口 我們有大疆滑行機 我們有電動車 也都有幾百元 可能三五百元的智能手機 我們有很多市場 尤其是在一些叫做中低端 大量生產 我們成績都很低 我們一部手機賣給它 可能賺你三十元 但是我們賣給非洲是說一億計 我們都願意去做 也都可以養活很多工人 我們中國被人看到 就叫做以德服人 我們在樹立我們的威望 而這個威望不是通過恐嚇 不是通過侵略 而是通過我做給你看 你說什麼不要緊 你說我債務陷阱 我現在告訴你 做給你看 而非洲國家也都自己站出來 你們不要再說我們 中國對你非常野心 我們自己本身 指著體育館這個是中國的 你自己坐在巴士上 是中國的 我們現在的冷氣機那些電 是中國安起的電廠 你美國和我做過了什麼 你只有軍火給我們非洲的反對派 去拆動顏色正面 這個是我們一直在做的事情 我看回這個 很多的傳媒 國際傳媒 包括俄羅斯的衛星通訊 RT 都是對這個莫迪去訪問 俄羅斯是正面的評價 當然了 在俄羅斯的衛星通訊社 它說的時候 這個莫迪訪問俄羅斯 是打破了國際的封鎖 令到普京在國際舞台上加強了地位 這是在俄羅斯方面的說法 但是這個也是一個事實 但是夠不夠呢? 當然不夠了 現在真正夠膽和俄羅斯 好像莫迪一樣 孤注一閘 我去訪問他 以前還偷偷摸摸買些油 因為俄羅斯之後幾四年了 是第一次訪問俄羅斯 他一直都是偷摸買他的油 偷摸做生意 當然不是放在桌上 你說我有什麼 我又沒有否認 我也不會去大肆 大張旗鼓說要和俄羅斯做生意 但是這次是大張旗鼓 會不會這次就是莫迪 就會和俄羅斯建立一個穩固的關係呢? 是有懸念的 過去莫迪在國際政治上面 從來都不是從一而中 難聽一些長途草 風吹去哪裡 倒去哪裡 而是很懂利用這種地緣政治的地位 和所謂的大國的地位 是作為一個籌碼 這個籌碼其實就 雖然我們也很多 我們的同胞都叫三哥 覺得他挺搞笑的那些東西 但是有利用價值就是朋友 他是會牽制了美國 是破壞了美國 圍堵俄羅斯 當然了 我們俄羅斯 是我們現在的生意夥伴 我們也不想他碎 但是也都不會說很熱切期望 俄羅斯求入高布洛夫 即是為西方的懷抱 但是在這個所有政黨輪替的國家 我們不能不防任何一個國家 今天的朋友換了他的領導人之後 會不會180度轉變呢 我們見得太多了 這些配信棄義的國家 就是因為他們那一套東西 所謂的政黨輪替 這個是不能不防的 所以我們以自己的定力 自己的發展 專注在這方面 誰願意跟我們交朋友都OK 是不是吞心自覆呢 我不相信領導人和領導人之間 雖然可能互相欣賞 或者互相覺得 在這個時刻大家可以成為夥伴 但是是不是永遠呢 我覺得這個非常非常之難 杜特爾特、福律賓 曾經放棄了反華立場 也都是講了很多忠狠的說話 以及表明不願意跟中國為敵 但是政黨輪替 它出現了小馬克思 絕對反華 甘願做美狗 但是俄羅斯下一屆的領導人是誰呢 會是什麼人呢? 俄羅斯的民族本身來說 它是傾向歐洲的 它會認為自己是歐洲人 只不過這次被老美 專門要離間歐洲和俄羅斯的關係 它不希望俄羅斯和歐洲走得太近 它一定要用俄羅斯來威脅著歐洲 才對歐洲不肯定 而美國可以坐享愚人之利 現在這次莫迪做這個動作 它的盤算是什麼? 當然第一個做給美國看 喂 你好來理一下我了 你說了這麼多話 又說像是大衛船 你不是跟我說有沒有投資 有沒有印度什麼什麼 但是你自己摘下跪鏡 你問一下你的外企先 個個都哭虎哭忽走 有誰會成功? 可以全身而退? 不死都脫掉了 那你印度這樣做的事情 已經是令到人家心寒的 印度做這個動作 去俄羅斯 尤其是在北約峰會舉辦前一前職 選這個時間去 就是這個信號告訴他 喂 你先看看我這邊 你這麼想不說我 印度很有趣的 你罵他他都開心的 但是如果你不提他 他會生氣你的 那你為什麼看不起我? 你連罵都不罵我 你罵我才知道 你怎麼當我沒到的? 那他就不喜歡的 無論你罵也好 讚也好 總之一定要理他 你不理他 他就難受 那這次做這個動作 我覺得是好事 就是我們中國不會怕 這些這樣的所謂叫做 蟲頭草到哪裏 因為最後風一定會出來我們這邊 一定會出來我們中國 雖然很多人還在笑著中國 哪一件事落後 哪一件事不行 哪一件事不好 我們有很多問題 但是如果你看回其他世界 其他國家 他的問題大還是我們的問題大呢? 但是呢? 看看英國 那個政黨論是搞成怎樣呢? 保守黨搞來搞去 搞了幾個總的首相出來 有些做了45天的那個傻白天 那現在新衛城 那些人以為他是印度人 會不會英國和印度 會有好的轉變呢? 可以這樣說 印度現在當權或者那幫權貴 那些人的確是親英的 因為他們在殖民 他爺爺那一代 就是由英國人扶植起上來的家族 但是我忘記 印度還有很多窮人 是飽受殖民統治的時候的剝傷 所以永不翻身 他們對英國的仇恨 仍然存在在貧民那裡 而印度是不是可以長期這樣鎮壓著 用種性制度啊 或者用一些它叫做 強權的一個中央是壓不住的 所以他都很害怕內部出現問題 那你英國轉來轉去 又有這麼多問題 又弄了盧旺達 花了幾億英鎊 就說盧旺達要弄一些非法移民去那裡 現在又停了 因為保守黨上來之後說 公黨上來之後說 保守黨那些我就不要了 那我就不用 又說取消 就是這些政策 國策變來變去 那美國當然不用說了 就看那兩位老人家 就欠份工欠到焦頭爛額 那什麼骯髒燒都用完了 那司法打額又用了 唱衰抹黑 那什麼都做的 那歐洲呢 亂到一顆粥 各個國家都知道 歐盟出賣自己的國家 但是還要選過馮德萊恩出來 繼續去出賣他們自己 那你說這個世界哪個國家是沒有問題的呢 所以中國有什麼問題 我們很清楚 只要它施政為民 無忘初心 我覺得這個是根本 就是每個國家都應該是根本 而你看看那些其他國家 是不是施政為民呢 德國的電動車企 叫救命 他們真的代表德國人民的 但是你 歐盟一意孤行 不聽他們的車企說 就是要這樣做 那剛才大學sir說了 意大利 第一個退出 一路一帶 現在第一個退出一路一帶 歐洲國家 現在又要回來 搞什麼搞什麼 其實我們中國都很煩 對著那些人 有時候走來 去見一下我 我們是老友來的 還沒見完 你搞什麼 連飛機門都還沒關 接著它國內又出一些議論 嘩 又說中國不要 接著又出一些什麼 制裁又說要加關稅 其實我覺得我們中國外交部 真是 我覺得是中共最難做的部門 真是頭都大了 對著這幫人 朝令夕改 都不知道怎麼對付你好 那唯一就是 以不變應萬變 你說多少甜言蜜語 聽過就算了 你對我 張牙沒有爪 我就關上門 不理你 反正我們現在鐵桶一般的 近海防禦 我們在疆土的保衛 我可以說 中國是一個鐵桶一般 不具任何的武裝挑戰 只要在我們的近海範圍 而陸地範圍 我們已經八八九九 越南已經是平靜下來 當然我們不排除 越南也都會出現 政黨輪退 會不會又做些什麼呢 其他的地區 我們看到 已經是我們建立了一定的得望 我們不是威望暗的 而是很多國家的人 已經認清楚 中國其實是一個幫到他們 改善生活的一個國家 好像大學說 賺到錢 他們是有實際的一個 覺得從中國得到好處 而中國也沒有向他們 要什麼 只是說你一個和我交朋友 首先你認同一樣 一中原則 你不要和我搞兩面政策 這邊和我說 中國我們可以推心致福祉國保 轉頭又說 偷摩哥收那些台幣回來 派幾個議員去搞搞震 我們中國最重要的是 核心中核心 就不要和我搞一樣東西 其他什麼都好談 錢的東西 美元而已 我借給你又怎麼樣 我大把 我不知道怎麼用 我現在都連連 我們現在經濟的貿易順差 連連多了幾十億 幾百億美金 我不知道怎麼用 用去哪好 我寧願將什麼錢 我投資到去那些國家 你用到什麼 我給你用 你拿去還美債 將來欠一個人民幣 你還的時候還人民幣 從來 你最後不給我 你現在 enroll 你不要給他 然後他他部分 你再把這個 你買回來 你會想說 你那些 那些 你給你 然後再推高你的資產 我一億美元買回來的資產 我下一次的浪潮就將你的貨幣推高 到時就出手 找回你的下價錢 他借錢給你借美元的時候 那個匯率是這樣的 當他推高了之後美元 你還美元的時候你就慘了 你用本國的貨幣 隨時借一元就還 不是九出十三歸 一元就還兩元 是慘過九出十三歸 那誰可以推動到全世界的貨幣 說要高就高 說得只有美元 但是現在美國多行不言 造絕了 尤其是他利用他的美元武器化 耶倫自己都是 其實耶倫不是不知道的 但是耶倫是什麼人呢 大家知道他是什麼人 他是為了他的主子 他的同胞沒有辦法 但是他做了很多違背自己良心的東西 其實他是一個挺悲劇的人物 他不是不認識的 他的確是一個學者 現在他說的東西做的東西 是偶爾不小心抖了兩句出來的 那時候也說過 其實我們不應該跟中國用貿易來製造中國 那我們玩不起 但是很快就被別人說 你怎麼這麼說 馬上就說 他已經說過 用美元去武器化 是對美國最壞的一個策略 那當然後來又立刻又改口了 誰影響過美元的領導地位呢 就是敵人 有時候看到他們都挺無奈的 所以這個世界是佛家所說的 叫做無常 我們用無常的心態 看所有國家包括朝鮮 包括俄羅斯 包括伊朗 我們現在可能是叫做 互相都有叫做利用價值 我經常都覺得很怒骨 在國際局勢裡面 仁義並非首選 天下兮兮皆為利來 天下樣樣皆為利往 我們有認識到一個戰略定力 看透這個世界 動色這個世界 就知道 只要你有被利用的價值 你就有朋友 大衛相 真的 天下兮兮皆為利來 天下养养皆為利去 那仁義道德是不是很重要呢 我覺得我們中國 想建立一個新的全球國際法則 就是真的有法可以 有東西可以做到 跟老美做的完全不同的 這個是我對中國的本質一個非常之大的信任 每一個領導人當你有政黨輪替 其實就大件事了 因為你只會亂 那當然西方一套民主 我相信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新之年可以看到它真正的崩壞 但是崩壞了 法國崩潰了 三不像 三個政黨差不多票數 那這件事就大件事就大件事了 那接著原來新委成的保守黨今次所籌到的款項是支持的十分之一 那工黨你不要看它完全是贏了 但是它得票率其實並不高的 不知道只有三四十個百分之一 不高的 但是為什麼會贏到呢 因為沒有錢沒有勇 金主是不是支持了工黨呢 是的 的確是 那保守黨不就是 其實這些全部都是金權政治而已 所謂的政黨輪替 是不是呢 是不是人民真正的選擇呢 原來真的不是的 我當年也受困了 這個很明顯的了 但是全球現在有一個新的秩序出來的 有很多國家呢 是想找大佬的 的確是這樣 中東需要找大佬的 伊朗需不需要?需要 沙特需不需要?需要 阿聯合需不需要?需要 非洲需不需要?需要 最近江國金都有暴動發生 各國都在裡面呢 上下其手 包括 老英 老美 法國 比利時 很多國家在裡面呢 就在那裡加價陣 但是世界是不是真的要佛能戰爭呢? 其實 我都跟大家講過了 經濟大蕭條 真是很大機會發生的 大家真的要小心啊 尤其是特尼普上台的時候 他講的東西跟大蕭條那時候 互佛所講的東西 真是很接近的 大家真的要留意 究竟現在美國走什麼路? 普京說 我就比較能夠接受拜登的 因為拜登我猜得到他會做什麼的 特朗普我就不知道他會做什麼 是不是? 這件事很過癮的 是不是?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原則只有一個而已 兩個人我都給你一些 有些呢 就好像是名讚你 其實 我不是安好心的 好像捧你 其實就是踩低你 或者是玩謝你 這些就是國際政治 怎麼會跟你客氣的 我們中國 現在可以跟俄羅斯這麼友好 不是長期的 我不知道我可以維持有多久 你說政黨輪替 又或者是 開始另外一個領導人上來 各有各自己的利益 但是中國要做到一件事 這件事很重要的 我想處境都會認同的 就是中國一定要自身強化 你自己有利用價值 別人就去利用你 你不要利用價值 說真的你垃圾都不如 是不是? 我為什麼要買你怕? 現在我買你怕 我才會跟你在一起 這個就是現實了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價值 一定要很清楚自己的價值在哪裡 中國很清楚的 你以為中國傻的嗎? 我自己不碰 我怎麼可能在世界上 都拿到一定定位呢? 但是我要跟其他國家說 我上來玩 我跟美國玩的方式會不同的 你跟我一起玩 你一定會有利用的 你不跟我一起玩 絕對沒有利用的 是不是? 比如我剛才說過 普京為什麼要這樣去 提莫迪呢? 原因只有一個而已 提醒你 莫迪 你真的要相信的話 你自己明白的 你要相信誰? 你究竟要相信老美 還是相信中國? 我就選了 你看我現在吉他 我可以帶你去官邸裡面 周圍去參觀 開著高爾夫球車 為什麼? 我就跟中國合作 你很爽 人民又開心 支持率又高 你支持率不高 想清楚 發生了什麼事 你因為貼到尾多 曾經有一張表 就出來過 貼到拜登的 個個都衰的 包括拜登自己 你說大不大劑? 是不是? 那件事全部交叉的 哇 這件事才厲害的 所以我們 略略提一提 就是歐爾班 歐爾班 其實是匈牙利總理 西方媒體 一直都說 他現在訪問很多國家 都是以匈牙利總理的角色去的 但是不要忘記 其實歐爾班在7月1號 就接任了 歐盟論籍主席國 這個位置對他很重要的 你有沒有看過一個匈牙利的總理 這樣到處走 去訪問烏克蘭 接著下一個俄羅斯 中國 接著老美 四個國家輪著去訪問 代表什麼? 他不是代表匈牙利的 哥仔 他是代表歐盟論籍主席國 歐盟的分分離析 就是因為每一個位 都是有不同的人擔任 國家也不同 所以就混亂了 誰出來發現 不知道 你的權貿是怎樣? 不知道 你的位置是怎樣? 不知道 雖然這次任命只有半年 但是 歐爾班一直都是被視為是二歐派的代表 這次他承諾會充當一個誠實的中間人 這次其實北約和歐盟是非常不妥的 在歐爾班訪問之前 北約還沒有開會 訪問完中國 訪問中國那一天 就不如開會了 那歐爾班又拒絕了 跟德國外長聊天 原因就是 對不起我很忙 忙什麼? 原來去了中國 這個船公式外訪 我真的很多年沒有看到 以前一直都是 美國的總統 全公式外訪 訪問很多國家 這次歐爾班做這件事 我真的看起來 真的有點我心中興奮 完全不同 發生什麼事呢? 現在就是 告訴你北約和歐盟知道 和平才是最重要的 讚成中國的和平 反對美國的不和平 這一點我覺得 它是真的可以令到歐洲再次偉大的 成立了一個新的政黨 這個真正偉大 歐盟散了去 歐洲就是真正偉大 如果你歐盟還在 歐洲就會真正偉大 因為你真的會各自為政的 老實說 你現在發覺 誰是總理 都不知道了 未來 那工黨究竟搞不搞得定 不知道了 匈牙利、塞爾維亞 意大利 接著還有西班牙 荷蘭 這麼多的國家 你怎麼搞呢? 原來我們看到資料 荷蘭用華為超過六成 五支的技術 你叫荷蘭不要用華為? 是大劑的 德國佔四成 你叫德國不要用 德國說不行 那我裝了一些東西 哪有賠錢給我 對不起 你自己搞定就行了 那你跟我說什麼? 你逼我嗎? 你逼我我就不用嗎? 哪有賠錢給我? 我用哪一個? 其他更貴 我現在用習慣了 你叫我不要用 是吧? 六支又來緊了 又要博殺了 所以整件事 我們看到不是這麼簡單的 國際之間博弈 那對歐爾班 我想請問一下處境 有什麼的觀感呢? 歐爾班 歐爾班是一個小國 匈牙利真的是一個小國 但是他一直以來都是比較 叫做和對俄羅斯 和烏克蘭的俄會之戰 他一直都不支持 這個烏克蘭 他看得多透 他是一個很有勇氣的一個 叫做國家 匈牙利和中國也保持有一個相當之友好的關係 這個人其實來講 這個匈牙利就是歐盟或者北約裡面眼中釘來的 是一個另類 其實都很後悔讓他進了歐盟 因為上次五百億歐元援助烏克蘭的計劃 歐盟一直被歐爾班卡住 因為他一票否決 後來最後講到 我們投票的時候 我請出一杯茶 你不在現場行不行 我們就過去了 還有將來你不用分攤這筆錢 這筆錢就是用來歐盟其他 其實歐洲真的很吵架 歐洲都不知道他搞什麼 就好像神經失常那樣 你德國被人炸到北溪 搞到一些用四倍價錢 跟美國買天然氣 害到雞毛鴨血 一個烏克蘭 如果有識之事 或者真的面對現實的人 都應該知道 坐下跟普京講完這條台數 以後我們歐洲安全 你們怎麼保證 簡單而已 中國出去做保證就可以了 在中國的見證下 大家實實在在談一個 歐洲和俄羅斯 以後應該怎樣去共處 而有些什麼都可以做 都不可以做 在國際社會的見證下 那國際社會是誰呢 當然是我們中國 難道是美國嗎 中國是唯一的一個 沒有去添柴添火 讓它打仗的 唯一是中國有它的能力 我覺得這個有一個 但是我都不敢說 對匈牙利的厚望 因為匈牙利的角力有限 是一個小角 而也會出現一個很容易被人正常論替的 很容易被顏色了的 這樣也是一個 希望它有生之年 能夠 我都知道現在歐洲或者美國 全部都在唱著它 又說它是一個威權的世襲 做了幾一年 在那裡擺著那個位置 就開始去攻擊它 那會不會攻擊一下 攻擊攻擊下來 就變了顏色它呢 那我相信很大機會的 那就是我對這個 科研曼的看法 講回今天我們的主題 最新的那個 美國之音 對普京見莫迪的一個標題是什麼 國際社會譴責俄羅斯 襲擊烏克林之際 莫迪與普京回答 它的標題一直在改 我們看美國之音 如果看到 剛剛白宮那幫人 可能是開完會 講完改了 到底我怎麼定調 就這樣定了 看美國之音 看到很多東西的 那它不是說什麼呢 就說著 普京見莫迪之際 前一天 幾乎一間兒童醫院 周受俄羅斯的導彈襲擊 造成數十人死亡 這樣就把他拉過來講 那關於莫迪的鬼事嗎 那他上飛機的時候 都不知道什麼事 還有這個所謂兒童醫院 被俄羅斯導彈擊中 是存疑的 當然我們是沒有辦法去判斷 這是什麼事 人們說 它們不必要不得了 就好 他是否說 他不必要不得了 角說角話 只不過說有這樣的說法 就是說其實那一枚的導彈 就是那個愛國者的防空導彈來的 就是自己掉下去炸到那裡 這個是當然 公說公有你婆說我你羅生門 可能是永遠都沒有答案 等於不悉那樣 就算有都是沒有 不奇怪 但是只不過我現在看到 美國專音就把這件事拿出來說 而之前大家留意一下 他還是莫衷一事 不知道怎麼去定調 那現在看到已經開始 老美就開始從酸 就是叫酸溜溜 到現在開始咬牙切齒了 那會不會從更多東西抹黑呢 我們靜待其變 那到我們這條片出街的時候 應該是星期日 那可能呢 就會是西平莫敵之下 鋪天蓋地 那我現在不知道 拭無以待 戴貴Sir 我相信 批評莫敵這件事是有機會的 但是對於俄羅B和烏克蘭 說真的 誰在這裡添油加火 很明確的了 那還有老美 會當著普京 肯定的 百分之百 不當著它 哪裡可以的 是啊 這個一定的了 但是對於莫敵來說 看看有沒有利用價值 你沒有利用價值 我當然要動你了 是不是 我使對你 這個就是國際之間的 博弈了 這個博弈是永遠不會停止的 究竟會怎樣去發展下去呢 國際新聞真的非常精彩 我覺得很多觀眾 應該多些關心一下國際事務 香港那方面 我真的覺得 就相對來說比較弱一點 我相信 在這幾年裡面 大家應該會見到很大的進展 中國分分鐘 對於全世界的那個貢獻 經濟的貢獻 是超過百分之四十 甚至接近百分之五十都不定 這個是極有機會的 但是我們不是霸權 我們會和全世界一起分享的 大家看量多大就可以了 OK 那個量真的是超大的 是不是 那你說印度 是不是真的可以放下薪斷呢 是比較難的 因為很多印度的朋友都覺得 喂 我們才是最偉大的國家 中國根本就是不行 但是也有很多印度的朋友 去了上海看到 咦 喂 我們那些原來是 原級城市都達不到的水準 講著印度 萬馬最熱鬧的地方 新德里的 這樣的地方 其實是 跟中國完全沒得比的 既然是這樣大家都看到 一百四十四小時 看得這麼多 喂 不管 究竟西方怎麼抹黑 這個就是真實的中國 我們真實的中國 很簡單的 就是告訴大家 全世界知道 我們已經不是過去 一個窮鄉僻壤 我們已經不是一個落後國家 你來中國飲食 我想選擇的是過萬種不同的菜式 大家自己想想 這麼多不同的菜式 譬如像上海菜 廣東菜 福建菜 新加菜 這麼多個不同的省市 都有它自己特色的 其他國家能不能做到呢 基本上是做不到的 當然儲經曾經跟大家說過 說對於紅酒 中國還要去更加進步的 因為這條根 就已經是差很遠了 怎麼樣培養 怎麼樣令到它去發揮 還有年份是很重要的 水分多水分少 都有不同的調教 我們都是學習階段 但是用不用到呢 基本上是用到的 但是味道這麼精 但是假以時日 我就相信一定可以做到的 好了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朱基兄有沒有事要補充啊 沒什麼了 那就講到這裡了 好啊 那多謝大家 最後提醒大家 請記住訂閱 朱基康世界 還有大衛上的頻道 感謝大家的支持 拜拜 拜拜 拜拜